欢迎收看湾区资讯 我是黄慧 我们一起来关心湾区近期的社区活动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举行2018年欢庆春节新闻发布会 多达几十场的欢庆春节活动将在湾区和美西各州陆续展开 一年一度的欢庆春节系列活动将于2月上旬至3月上旬 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领区陆续展开 各种演出与展览共起市场活动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 天津艺术团 黑龙江艺术团 北京飞翼展演团 湖北艺术团代表团等 将深入到美西各州主要城市展开交流 展示中国当代和传统文化艺术 与美国民众分享春节的喜庆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2月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2018年欢乐春节的菜单 副总领事扎利尤表示 今年的欢乐春节节节目会更加贴近主流社会 而且很多的活动会由桥界的朋友一起来承办 会走进社区 走进博物馆 走进青少年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 欢乐春节已经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量力品牌 那么今年我们遍布了拉斯皮加斯 波特兰 安克雷吉 西雅图 这些主要的一些城市 就是把中国的文化艺术尽可能分享到我们领区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和美国的主流的这种合作更加的密切 这里面包括我们和旧云山交往业团的合作 和西雅图交往业团的合作 和金州勇士队的合作 甚至和内华达文化旅游局的合作 拉斯皮加斯会产旅游局的合作 那么希望通过这种合作能够在美国的主流机构主办的中国文化活动里面 可以融入更加的强调这种中西的融合 来形成共同庆祝中国新年的这么一个氛围 旧云山华兴艺术团团长何小佩 艾闪亮创始者罗平 海外湖北联谊会会长谈业 旧云山国际影像博览会主席谢普多等 分别介绍了各项文化活动的精彩亮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见